副作者好 想請教一下 今天新增的嘉義這個個案 21792 三十多歲的男性 他剛剛專復有報告說 他是自己先快篩 才去就醫 他本身發病這麼多天都沒有就醫的 記錄嗎 不曉得他的工作環境 他的職業別是什麼 會不會接觸到很多的人群 謝謝 他主要是業務人員 那他是在14號開始覺得就是有活龍不適 15號開始出現喉嚨痛 那16號開始有胃寒跟咳嗽加劇的症狀 所以他16號那天 他就自行購買這個 加用快篩 那所以他17 所以16號快篩陽性之後 就立刻跟這邊衛生局來聯繫 來做採檢 那至於就是說 他在這個 可能感染期時間的一些可能的接觸 因為他是業務啦 所以不過他大部分都是 到這個店裡面 那接觸的人 接觸都是都有戴口罩 那接觸的時間也都不多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會針對 他相關的一個接觸者進行採檢 那目前先匡列了21人 那以採檢的16人 那這16人都陰性 還有5個還帶採檢 那當然還是在持續的匡列當中 那會針對他過去可能感染期的期間 可能接觸的人都會 都會做盡量的一個採檢 華宇 謝謝莊富 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昨天有提到說 這個確診的221497的女店員 初步的序列來看 比較像是跟東南亞有關聯 想問一下說感染源目前疫調比對之後 有沒有一些關聯性 那我們有評估 提出這一案對社區的影響嗎 謝謝 這一案他因為他而匡列的像職場 或者是同住家人 還有去這個小吃攤的 接觸者37位 檢驗都是陰性 但還是後續需要持續的監測到3月24號期滿 感染源的部分 我們昨天有先初步的去 比對 就是說他工作地跟居住地附近 有沒有這個居家檢疫陽性的 這個個案 那 是沒有說非常臨近 有這個確診的個案 只有 有發現有一位是在這個他工作地 同一條路 但是有一個確診過的個案 不過那是 在1月底的時候 而且經過序列比對事實上 也不相同 不是屬於同樣一個 序列 那 所以目前來講是在擴大去做這個 比對的部分 就是說 可能先前是用這個工作地 居住地 比較臨近的部分 那由於他的活動時 除了工作以外 大部分還是在基隆 所以這邊會針對基隆的部分 可能 從3月初以來同期 有這個 居家檢疫陽性 不管是從防疫旅館 或者是在 在宅檢疫陽性的這個個案 那這個部分初步比對有7位 那這7位 我們都還在收集 他們的檢體來做這些序列的比較 看有沒有可以找到 一致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些跟境外入陽性 比對的部分還在進行